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玛雅多边形建模中 编辑网格下的这个Extrude挤出命令 它所对应的快捷键是Ctrl加E 例如我们在场景中创建一个多边形立方体 并且适当地给它增加一些细分段数 我们要做的就是挤出中间的这个网格 我们只要右键选择进入面模式 然后选择这个面 按住Shift键右键选择挤出面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移动坐标轴就可以挤出面 同时我们还可以对这个面进行缩缓或者旋转操作都是可以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右边的通道盒中 通过参数来调节局部移动、旋转或者缩缓 那么它挤出的中间部分还可以适当地增加一些细分段数 这个就是常规的挤出操作 那么平时我们可能还会去挤出一些比较复杂的形状 我们先把这个模型删除 例如我们重新创建一个立方体切换到前视图中 我们使用EP曲线工具随意地画一条曲线 然后我们再回到头视图中 我们选择立方体按下C键 鼠标中键在曲线上滑动 我们将立方体吸附到曲线上 现在我们进入立方体上的这个面沿着曲线的方向去挤出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注意这个面的方向要和我们曲线的方向在同一侧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我们选择立方体上的这个面 然后按住Shift键加选曲线 然后执行挤出面命令 挤出成功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面并没有完全包裹住我们的曲线 这是因为我们挤出的这个部分默认只细分了一段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小窗口中适当地增加一些细分段数 现在这个面就能完全包裹住我们的曲线了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通道盒中调节它的扭曲 如果我们想要调节它末端的粗细 我们可以调节它的追画值 值越大末端就会越来越粗 值越小末端就会越来越细 如果我们想要调节它局部的形态 我们可以按下4键开启线框显示 然后我们选择这条曲线 右键选择进入顶点控制 我们只要选择曲线上对应的顶点进行移动 就能够控制它的形态 以上就是起初的两种使用方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